自从裴洛西来了之后 已经有两拖 总共有三拖 国会议员来 更不要说接下来 还有加拿大的议员也好 德国的议员也好 所有所谓的民主联盟的外宾 纷纷来台湾 所以请教记忆 现在有人讲三个常态话 共军的军演常态话 然后美国外宾 欧洲外宾来台常态话 另外一个常态话是什么 现在蓬佩奥也要来 很多专家都讲说 如果蓬佩奥九月再来的话 会不会军演又达到 另外一波高峰 北京又疯了 我想先讲一下 如果军演常态话 当然台湾会承受压力 这个事情我们要 为我们的国军讲一下话 可是这个压力 也不会只有我们 为什么军演常态话 这军演是要开一年 中国内部经济是有很好 是不是 中国包含像现在 因为整个气温 还有他们的电力的问题 他们现在很多的工厂 是不能开工的 你在你的人民工厂 不能开工 甚至经济有问题的情况之下 你还整天在那边 消耗你的军费 中国这个事情是 他们自己内部 会出现这个压力 当然我觉得 我们也要帮忙宣传一下 你们飞来这个飞机 是你们某某省 最近民众的民稿明知 所以我刚刚讲说 很重要一件事情 像现在提到的美国来 或者是刚刚提到了军售 这就是民主国家的价值 民主国家的价值在哪里 就是你的两个正常的政党 因为台湾比较没有完全正常的 台湾现在有个不正常的政党 你正常的政党 正常的情况之下 两个政党之间 你要听到民众的声音 当民众希望你要建立一个 比较正常的 比方说跟台湾之间的 关系的时候 甚至大家认为说 你要一起来协防台湾的时候 那个声音会往上压力 给他们的政府 所以说比方说 像共和跟民主两党 不同的 现在拜登跟之前的川普 甚至后来接下来他们的 有其中选举 后来还有一个在接下来大选 两个政党都会承受一个压力 说台湾的 美国的民众希望 他们跟台湾之间关系变好 或者是希望他们跟台湾 建立比较正常的关系 这个我一定要强调 民主国家的机制 就是这件事情 这个就是中国所不能理解的 中国以为说 我给你供网你就没来了 他没有想到 你知道 你这样看起来 发现女性政治人物 真的杀伤力都很大 真的 不要小看 你看看之前裴洛西 他们想说反正你是一个 这个年长的女性了 我给你供网你就不敢了 想不到他来了台湾之后 所造成全球之后 来访问台湾的旋风 这个旋风很大 那真的就我们了解 接下来还有一团一团会来 事实上 很多的这一些国外的访团 在2020年底本来要来 因为他们那时候 想要来看台湾的防疫状况 但是当时我们国内防疫 比较认为说要再更谨慎一点 不要造成那么大量的成本 因为你要隔离要什么 所以现在来就不只是看台湾的防疫了 现在来是看台 我之后跟台湾可以怎么样来合作 甚至有一点来表示说 我们挺这一个民主的国家 是这个角色跟这个声音 那事实上当然现在讲到了说 今年9月份蓬佩奥要来台湾 这个消息 我目前得到的消息是确定的 因为他是被 确定要来 他是就是说有一些民间团体 邀请他 那邀请他 他之前要来台湾 之前他也宣布了 他就说 他那时候就有讲说 那个裴洛西你敢不敢去啊 我们可以在那边见面 所以事实上你看 这种互相的叫板 就是往一个比较正面的方向走 那蓬佩奥9月份会来台 来台大家讲说会不会军演 我再补充一下 裴洛西来完台湾之后 当时的一些军演的讯息 国外非常紧张 国外一直在跟我们访问说 你们现在台湾有没有很紧张 你们现在台湾有没有一直在买东西 有没有存物资 我们就用借由这个机会跟他们说 他们是一直在军演 他们每天在骚扰我们 他们每天在找我们麻烦 那这一次他们宣布 我们是有提高了我们的警戒 但是台湾人民早就在这种威胁之下 过了几十年了 你们现在其他国家终于知道了 我们有用这个消息让他们知道 所以其实裴洛西来 也让全世界知道 台湾一直受到他们的压力 那接下来9月份 美国可能会审理一个 2022台湾政策法 这里面有几个很大的重点 这个政策法里面 它有一个是他们希望 因为他们参议院要审这个东西 希望能够来建立一个事情是 美国要采取全政府的方式 来遏止中国侵入台湾这个意图 这个事情也跟之前 现在的乌克兰战争 其实还有一点点相关 因为大家都认为说 你不能用这种大国来打破国际秩序 所以我额外补充 这几天大家在谈 台湾我们对于中国这种 整天来骚扰你 找你麻烦的反制 我们台湾现在采取的动作就是 展示给全世界看 片面改变现状的不是台湾 片面改变现状的 去试图把这个所谓的海峡中线 让它不存在化 让那个我们的飞航的识别 让它不存在化的动作 是中国 是中共 台湾现在正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讯息 给全世界说 不是我们要片面改变现状 是他们要找我们麻烦 那当然美国的这个政策 它也是在我们之前的 这个所谓的台湾关系法之后 它接下来要做几个动作 当然它几个精神变成是 台湾其实会变成是北约 在欧洲之外的一个 北约的一个盟友 这也是为什么乌克兰 也希望能够进入北约 再来还有几个 当然之前我们就知道 我们希望把在纽约的 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名字 改成台湾代表处 那我们还是借这个机会 感谢一下立陶宛 因为立陶宛先做了这个动作 他们踩了这一步 这么小的国家都踩这一步了 你美国或者是 其他的这些民主国家 接下来是不是 愿意来踩这一步 是下一个目标 那当然这里面也会提到的说 是不是接下来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在台湾的官员展示 台湾主权代表事务的 这个部分 美国要把限制拿掉 我们先讲川普总统时期 做过一件事情 就是在我们台湾那边 在DC那个代表处 我们的双向元可以升 中华民国国旗 这个动作是一个很明确的 就是我在你的代表处 你升你的国旗是合理的 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 我还是要给我们的外交伙伴 就是我们的外交同仁一个 跟大家说他们有多辛苦 比方说我们在纽约的 那个代表处 大家都想要在门口插国旗 对不对 它那个旗子只能放在 我们的橱窗里面 就是说这是我自己 不小心放在我的橱窗 让你看到的啦 我们没有拿到外面去哦 就隐秽的 你看多么的辛苦 所以对我们的外交同仁 请大家真的要多一点支持 那但是就像他现在所提到 接下来如果修了这个法之后 逐渐的台湾的官员展现 主权的这一些事物跟象征 我们不用每次都只用黑熊了 我们开始可以出现台湾的象征了 那这个也是逐步的让国际社会 更加认识台湾 还有一个重点 更加承认台湾 这也是前一段时间 我到立台湾拜访的时候 乌克兰的外委会的主席 跟我所提到的 他们也认为 要怎么样跟台湾建立 比较正式 而且正式承认台湾 这个很重要的关系